这张GTX1070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最博的1070了 这个是影视的GTX1070无双 它采用了一个纯红的单槽散热器 它的性能 NEO快递 快递 什么东西啊 这么白的 10605系 白色相簿定制版都写在上面 你看不见吗 白色相簿定制版 这么骚的吗 这不就是NV前几天刚出的那个网吧专用阉割卡吗 网吧专用阉割卡 对啊 10605G就是专柜网吧设计的 你还在市场上还买不到呢 这卡 这么变态的吗 那我们来测一下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吧 行啊 OK OK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使用的测试平台 CPU仍然是我内核大雷8700K 加上华硕的M10A主板终于超到了5GHz 内存则是微缸的XPGDDR4-3000内存条 两根8G构成16G双通道 加上普克特的M8SE512G固体硬盘就构成了我们这次的测试平台 接下来我们打开GPU-Z来看看这张显卡的详细参数 和166一样它也有1280个流出力器 但是与其不同的是显存容量从6G缩水到了5G 位宽也就相应的从192位缩水到了160位 与其对应的是ROVES 也从1066和1063的48个缩水了六分之一来到了40个 可以说它和1063的规格刚好形成了一个互补 我手上的这张1065的最高boost的频率是1936Mbps 而硬重的1063频率是1860Mbps 1066红龙的频率则刚好是两G克的 看完了参数相信你也很好奇 这显卡的性能到底有几斤几两 那我们就来实际测测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块显卡在吃鸡当中的表现 首先是1080P分辨率三极致画质的测试 可以看到1063和1065在默认状态下的帧数几乎是完全一样 由于吃鸡这款游戏对显存容的要求并不高 因此1063的表现也不差 而由于这款1065的频率比较低 所以在1066对比的时候 其性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接下来是2K分辨率下三极致画质的测试 在默认状态下1065的表现仍然和1063的表现差不多 与1066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不过这个差距不算大就是了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哪款1060 在1080P的吃鸡当中 都可以做到100帧以上的平均帧数 都可以算得上是非常流畅了 而在2K状态下 也能够保证60帧以上的帧数 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由于显存未宽的阉割 1065的默认性能的确只有1063水平 和1066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接下来是基准性能测试 在3DMark FSE和3DMark 1的测试当中 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3DMark 11作为一款特殊线较早的Bunchmark 它对显存的需求相对较低 更自重于核心性能的测试 所以在3DMark 11当中 1065的成绩其实是要领先于1063不少的 然而在相对较新的FSE测试当中 两者就表现出了几乎相同的性能 所以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 两块显卡的性能确实是死消比证 不过都要显著弱于飞风版的1066就是了 接下来是一个比较新的Bunchmark Superposition 在这个测试当中 1065相对于1063是有一定优势的 不过并不明显 反正都比1066弱了不少 接下来是其他游戏当中的性能表现 在我们这次测试的大多数游戏当中 1065几乎多少少强1063 在古墓令崛起当中 有着将近10%的差距 毕竟古墓令崛起是一款 需要相当大显存容量的游戏 这个结果也是无可厚非 10行动荒野作为一款优化极差的游戏 1063在其中的表现要比1065差了不少 这个显然是由于显存容量和流出力气数量两方面引起的 而1065的位宽似乎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它和1066的差距 几乎就只是频率上的差距而已 在《中土世界战争之影》当中 1063由于捉急的显存容量 表现依然算不上多好 相比之下 1065和1066的差距依然只是频率上的差距 要比1063好了不少 而在GTA5当中 1063则要比1065略胜一筹 不过两者都要显注入于1066 这个显然是由于1065的显存未宽限制了它的发挥 作为一款轻度阉割的版本 1065在超频之后能不能赶上1066呢 接下来我就对1065进行了超频 这张1065的显存频率非常能超 我甚至成功超频到过10GHz 没听错就是10GHz 而我们采用的1066红龙的显存频率是8050MHz 经过计算 飘哥把这张1065的显存超频到了9720MHz 核心则是定在了2GHz的水平 来看一看显存未宽不成为瓶颈的情况下 1065是不是能够追得上1066呢 事实上 在超频之后 1065和1066几乎没什么差距 而1063在这个频率上就要差一些了 毕竟显存容量是一个非常大的劣势 首先是吃鸡 在这个频率下 1065甚至逆袭了1066 当然差距非常小 甚至可以看到 在显存带宽不成问题的情况下 1065啊 其实跟1066几乎就没有任何区别 而1063呢 由于少了一些流处理器 测试结果就要差一些了 接下来的测试呢 也印证了这个结果 3DMark和Superposition的测试当中 1065和1066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差距甚至都在误差范围内 而1063的结果就比较惨了 可以说是被两位大哥轮番血虐啊 这就比较尴尬了 而在接下来的游戏测试当中呢 基本上也是相同的结果 几乎所有的游戏当中 两者都没有什么差距 也都和1063拉开了相当的距离 可以说1065在超频之后的性能提升幅度 相当的出乎意料 很令人惊喜 最后啊 我也测试了一下 这三张显卡的挖矿性能 在默认频率下 这张1065的ETH挖矿效率 甚至只有1050Ti的水平 距离1063和1065的差距 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而在超频之后 它的挖矿能力仍然不够好 这个可能是因为它的显存时序 或者什么方面呢 动过手脚 毕竟在此之前 我也真的没有见过 能超频到10GHz的GDDR5显存啊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超频之后 1063和1066的ETH挖矿能力 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这也就不难看出 为什么1063现在会卖这么贵了吧 好了 那么经过了以上的性能测试 相信你对这张显卡的性能 已经有了一个B数 那么它的性能呢 的确是介于1063和1066之间的 造成这个性能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的显存 割了一刀来到了5G 那么显存未宽呢 也就因此从192位来到了160位 那么关于这个显存未宽 其实我们是有了好说说的 这个其实是NV故意而为之的 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1060已经被矿工所垄断了 真的是非常功能 我可是听说他们是开着卡车 跑人家闲门门口 人家生产多少仙卡 他就拿走多少仙卡 这样一来 普通消费者不就买不到了吗 也是因为这些矿工 我们的1066价格已经上到3000元了 是的 580甚至已经飙到了4000元了 4000元啊 你在矿潮前 可是能买到1080了 对 NV肯定也是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说也是对阵下药 在这一张10605G上 专门淹了一刀未宽 就导致它的挖矿性能显著下降 这张卡的挖矿性能 甚至只有1050Ti水平 这个挖矿性能下 很多矿工可能就对这张卡不满意了 但是你以为这样子 你就能买到这张卡了吗 我告诉你 它仍然不是一张交易自由的显卡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张卡 它还是一张网吧专供卡 也就是说 普通消费者是根本买不到的 NV对此也是有非常严厉的 处罚措施 如果一个代理商把这张10605G 卖给了普通消费者 那么它将面临一个断货的风险 也是因此我们为这张10605G 套上了一个纯白色的 白色相簿限定版泰坦皮 也是为了保护我们一些朋友的利益 因为我们的评测 而导致某些朋友遭到了连坐 对吧 不太好了 那么这张卡也不用太担心 虽然说零售渠道 你没办法很正规的去买这张卡 但是这是天朝嘛 对吧 你有一万种方法买到你心仪的商品 比如说某宝 某鱼 或者说你有个朋友像健哥那样全身长满了PY 对吧 跟厂商什么的 对吧 跟供应商什么的 聊一聊 你总归是能拿到这张卡的 那如果你能买到这张卡的话 它价格还是非常便宜的 1800多元 其实也就跟矿潮前的10606G差不多了 这个性价可以说是相当突出的 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对于10605G的一个短评 其实我们之前还有一期关于老爷机的节目 可惜出了一点状况啊 因为这个老闲卡大家也可以理解啊 它出问题是我们也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没办法改变它的 我们就只好搁到 只好搁到这个年后才能给大家带来那一期老爷机的节目了 那么所以这里就先跟大家拜一个早年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鸡大鸣 天天吃鸡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微博极客湾官博 以及我们的淘宝店铺极客湾电脑超市 下期节目再见了 这是你从来没有用过的传新显卡 只要三分钟你就会像我一样爱上这款显卡 兄弟我在录 做鬼秀做鬼秀